魔术师的魔法帽 好萌的小兔子 看 他这耳朵像星光一样 好漂亮啊 这啥玩具啊 有介绍 能发光发生 肯定好玩 来一个 老板 结账 拿着玩具在家了 两个家吧 小宝贝 在这说明书 打开看看 哦 图片太可爱了 原来有三款 看来我是这只小白兔 保证魔死了 出现一个魔法帽 先给他拿下来 透明贴自开 哎 有暗号图 下面是喇叭吗 按照说明 魔法帽帽 这就自动开门 没开呀 再来一遍 其实因啥意思 打不开呀 玩的不对 哎 其实一箱变了 这字给的对了 不行 咋了 吓我一跳 另一头打开了 咋又响了 啥情况 打不开呀 怎么只开了一半 再来一次 怎么又响了 我去 咋整个关上了 他说 耳朵冒红光不对 得冒绿光 你也想起可以开启 我就不心玩不明白 感觉我好像那个 听诊的大夫 开了开了 小白兔我来了 我去 这咋还跟绳子绑着 有个白色恩键 是不是绳子开关 不行 这咋还有机关 小纸片子 吓我一跳 不对 他这个可能就是绑着拿不出来的 刚才的印象 就是碰出小兔子鼻子发出的 这后面还有一个小机关 好像里面有磁石 两个小公仔 一个银色的 手里拿着黑头 粉色的在表演大片鲜花 好可爱 再看看还有啥 打个不你 哇 好骗人的小纸片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刚才的白色恩键 什么样 下午一击了 现在我是彻底明白了 咋玩错了 刚开始 咋应该打开盖子 拽出rabbit 碰 这都是人研究的 早上我碰见两天 还能让我外甥拿学校去表演个节目 来吧 看看这最后一道 白色的 哇 好香 特别像泡葡萄的味道 这下够香了 不过可不能真的吃 真不错 呦呦呦呦 是张建设的一天